想聽真話的 不要走開 大家好 我是古明華 大家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沒錯 我是演戲的 最近我也不少劇情出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 並不是我演戲 就是接下來一個二三四的電台 將會介紹很多戲劇 大家喜歡聽的東西 不要走開 記住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 Channel 我是古明華 為什麼我後面有這麼多聲音 就是因為我演戲的 那些聲音全部都是我扮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演戲做成怎樣 不妨聽二三四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 Channel 以下內容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tty 阿柱 我跟阿楓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場 刑棍夢工場 刑棍夢工場之粗女群英 哈哈哈哈哈哈 巴打門 這集真的要聽 真的要聽嗎 粗女群英 聽落的都很厲害 狂賀 狂賀 我熱烈狂賀 這些真是開心事 有多賀 那是什麼 先解釋一下 沒有看二三四的阿柱 先解釋一下 我們的Yujin 他在無記那裡 無線電視 CCTVB 對 CCTVB 那裡的粗盤群英 粗盤群英 對 其實根本上他的內心就是粗女群 他在J5 J5 我剛剛看到 但我欣賞他們那段影片 拍得出是那些過了世紀 那種大時代級那種感覺 即是你看那部影片 有四個人在中環蕩身上 哈哈哈哈 日二手頭上 又沒有那些電腦可以Googleman 沒有 又錯 然後最後又怎樣 你最後稅務大樓 就雙手插桌 噢噢噢 沒有啦 為何我走去 阿堯 阿堯是特意 你有沒有發現他沒有打胎 然後西裝外套發開 是呀 他是想告訴別人 他沒有抱著牌子 還有他有大量的多餘動作 又拼件西裝插個袋 那些 好像坐下不安用 你這樣說一說 我也要再看一次 那段影片 阿堯真是有一段 她是最搶的 最搶是哪方面 最搶就是他真的做到 他有那種古惑仔的感覺 我是覺得他的髮型是很長的 他的髮型是不是新剪的 我懷疑他都是去上海譜展 他都是大軍頭 他是大軍頭 大軍頭 他也是上海譜那種大軍式的髮型 是 他應該演變了一點 我想說不是每個Carry可以 不是每個Carry可以 但他好像真的可以 但我又想說 你看看那幾個人 有一條是女 我不知為何那條女 都叫粗女群影 但另外他有兩條馬路 其實那兩條馬路的西裝 都是超級大量的 只是拍到大時代 所以我覺得Eugène抵贊 他的西裝是合身的 你看看副館的比例 還有左手邊那條馬路 你真是在這個 找到位 你也找到位 你也找到位讚 遙珠你真是很厲害 你每個都這麼厲害 我當然要幫他包一下 免得他自信受算 其實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他沒有這樣做 我真的會讚 其實我又不是很明白 你還有大軍頭 大軍頭 我想說的是J5 他今時今日一條Promo 可以製作到 還停留在90年 大時代那一刻 他說大哥 你不要說 他可能心裡就是在想什麼 那些人 那些財經節目 那些師傢伙黑色 看型不型嗎 我們在想 有幾個專家衝出來 究竟那些PA 是怎樣跟Eugène說 你現在去那裡走 然後Eugène就這樣 你又不要想到 不關他們的事 或者是他們自己想出來 Eugène說 我畢竟是一個刑君 好了 那些PA跟Eugène說 只是三個字 記住 大天意 所以他走到出來 就好像大天意 他爭在爭的什麼 手上爭的火機 一邊走一邊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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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陳豪男 不是一群都是這樣的嗎 但同意他是最帥的嗎 同意 生日讚回兩句 同意 生日讚回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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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的 生日讓你這樣開拖 真是慘 一開拳就說這些 不關好笑 入不了題 今天大家都猜到 我們會說金像獎 其實都猜到了 金像獎之前 我們由Eugène叫他是金像獎 金像獎之前 一個大跳躍 中間還有一塊 因為我們發現了什麼 重點就是 其實金像獎 原來今年不是很多東西說 今年是金像獎 看見到我們去年 去年我們是屌足一集 對 好人都是屌 屌足一集 屌極都還有 今集看看怎樣演繹 今集最慘的是什麼 我們連找reference都找不到 找不到 我們想找回那一群混蛋穿過的衣服 都不是很找到 不是很找到的 其實來來去去 你看我們的群組 或者Facebook 你都知道 post來post去都是post Janus Man 沒有了 還有誰 趙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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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很辛苦才找到一件完整地拍照 你可以慢慢批評的照片 趙凱琪其實那一套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今年金像獎 很多是穿肉色色系的 你有沒有發覺 Natural 其實是流行的 Earth tone Natural Skin tone 但是不是每個人的膚色 不是每個人都穿得特別多 今年如果你說穿Earth tone 真的是多路爆 首先這裡有周雲琪 之後有楊千華 之後再來Earth tone 還有… 我不知道是達哥還是蔡師輩 應該是達哥 絕對不會是蔡師輩 蔡師輩我覺得穿得挺好看 我說真的 其實我幫我穿意她 我一向不知道 我覺得她樣子不漂亮 我給你說 OK 其實她真的 我一向不覺得她漂亮 簡直是無線的 有一套交劇 有一次回媽媽吃飯 硬看了 陳豪那套 確實是這樣說的 陳豪那套 她的演繹簡直是垃圾 但是她那一套都是這樣的演繹 她那一套穿的裙子 只看是OK的 襯她的頭 她的頭比較短髮 梳到一些Vintage look 其實她夠高 重點就是她把那套裙子拉長 你們看上去有點像什麼 我最不喜歡就是她上面那套 碎花是太多的 像生魚一樣 少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離遠看像什麼 像是整身好像蜜皮在上面 蜜皮蝦 新加坡名菜蜜皮蝦 如果少一點是OK 但是整體因為她的肉色是灰灰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配合她 但是如果你說周文奇那一套 就真的太肉色了 等一下我先反擊賽斯貝 首先賽斯貝我怎麼看都不覺得她高 她只不過是因為瘦 所以才拉長到你覺得她好像很高 看上去真的很高 但是重點來了 你說她的頭大方得體 是大方得體 其實是很入屋的 整套東西裡面 我唯一欣賞的一件事就是她的頭 她的頭是OK的 因為她的頭算是有設定過 我覺得如果她這種 因為她的裙子下半身 始終都是那麼散 如果她不設定高頭 基本上就完全不配 她設定得大塊了 你怎樣都不配 但重點其實就是 她的膚色死了 因為賽斯貝本身也是一個客人 是嗎 她拍黑想到開殼 但是她用灰色蝦子座 問題就在這裡 其實我會說 是真的不怪你說她OK的 因為大部分的相片 因為你看我的相片 是打到她爆光 你試試看我手機上 這張相片就是她的真身 你現場看看她的那張相片 因為我眼看真的挺舒服的 但是重點是 為什麼我們這裡看上去 會說這麼不敢 其實因為她的膚色本身偏黑 已經是黑 她那件晚裝 她那件衣服 薄衣服的位置 她不是白的 全灰的 再加上她的膚色這麼偏黑 你就會變成在陰影的位置 長期有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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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說的 你那東西套了那個蝦子 就近黑 對 她套了灰蝦子 那問題還要是什麼 她本身的衣服 已經有一堆蜜皮的東西 在上面 你的灰蝦子也沒有那堆蜜皮 你底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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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蝦子的衣服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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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周文奇就把銀色貼上去 周文奇那一套很欺負肉色的 因為我現在也不是很敢相信照片 剛才是同一個人同一件衣服也有兩個效果出來 真的很危險 但他勝在過肉 因為他的恩星只可以看照片 大頭不會有上台見到 周文奇那一件跟他的分別是什麼 周文奇那一件什麼牌子 周文奇那一件什麼牌子 不知道什麼叫Stella 因為今年其實很無奈 Stella 今年很無奈 找到的資料是很少 我覺得今年的金像像是有少許 除了十年之外 其他東西也很失色 沒這麼說 我本人覺得 今年金像像是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如果你問我 《Pitch》十年 今年我比較欣賞的電影 其實真的只有血沉梅 所以他就一套 所以他一套都玩了 那這個時候你那裡有什麼 《智取威》什麼山 你從哪裡聽過 《虎威山》 《智取龍虎山》 不知道是否知道是《智取龍虎跑》 你一聽過就知道八十年代了 很可憐 因為我們上網就嘗試找回衣著出來 其實發覺搜尋 都是找回去年 兩版左右 已經跌回去年所有我們表演過的出來 基本上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沒有人去拍照 我覺得今年是沒有什麼特別 我也覺得這樣 雖然今年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你跳很多去年金像獎的衣著出來 很幫助我們手可以相比 有些人要屌 兩年都要屌 有一個是兩年都屌 對不對 拿最佳衣著今年 周雲奇有份做評審 我本人去年最佳衣著是洛基兒 是 洛基兒那件被我們屌到開巷的真正 那今年呢 今年最佳衣著竟然是林嘉欣 但還是要屌的 他穿什麼Dior 大肚婆 我絕對懷疑他幼了 但去年他穿黑色已經是大肚婆裙 大家已經懷疑他幼了 他幼兩年都還沒生 他穿黑色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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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年都穿大肚婆裙 但是今年 這些 有時候人們經常說 你堅持做一件事 到最後你終於得獎 人家就會承認你 張家輝 林嘉欣採取另一個路線 他堅持穿大肚婆裙 最後他今年憑大肚婆裙 獲得最佳衣著 問你死了 看看你夠不夠 貫徹 你覺得他今年的大肚婆裙 好看還是去年 我覺得 我認為今年比去年好 但還是壞 如果你問我 因為去年是黑色的 如果以穿裙 好看的角度 今年好一點 因為遮得更多 是 全遮的 其實是一個男人 因為今年全白的關係 所以顯得他更肥 而且去年因為他中空 在左衛馬魯角度 去年又好一點 去年多一點看 雖然中間也沒有 我想說 我想回周文琦 周文琦那件 其實我想問他裏面是否沒有穿 不會 他有肉色的內褲 那就打折很多 不會哪有人敢不穿 如果裏面是中空的話 我就覺得清楚 是T bag 不會有人敢不穿 但他的膚色也好很多 我覺得他的膚色相配 比賽斯貝那件 絕對是 他這件怎麼看呢 都不像炮谷上身 炮谷上身 炮谷台 炮谷上身 好像鬼片一樣 炮谷鬼啊 還有肉色系的 還有大媽楊千華 楊千華 楊千華 徹底大媽楊千華 那是甚麼牌子 楊千華這件 真是老氣到 其實我想說 楊千華這個造型 我有一種感覺 是像那些 雪梨魚 不是啊 大陸的軍委 那些 你明白嗎 通常習近平隔壁就是這個樣子 是 他頭髮的髮型 真是老得不得 還有我想說很久 因為楊千華 真的不可以化膿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都是不合膿 因為以前跟夾job那些 楊千華那些做事 有些他真的一化膿 即死 即變大媽 他是不可以膿 就像他做那套餃子 因為餃子那套戲 是要求他做一個主婦 四十多歲那些 他當時應該是三十歲 鬆一點 他一化膿妝 超為妙 完全是一個主婦 他一化膿妝 即死 他今時今日 再次演繹的主婦 還要加一件這樣的衣服 其實衣服的手工 做工很漂亮 但他穿不到 你嘗試幻想一下 換舒淇穿這套衣服 是不是立即會好一點 你有一點點骨感 這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髮型 這也是想講一講 為何設定頭的重要 剛才塞絲貝那件 因為他下面那件是屬於沙裙 他設定高頭 令整個人的比例是漂亮的 周文奇那件 他也是Earth Tone 但周文奇那件 他的下半身的裙子 其實是屬於魚尾裙 魚尾裙 變成他上半身的頭髮 設定頭 他沒有怎樣設定 他純粹是長頭髮下來 你嘗試幻想一下周文奇這個頭 如果是設定高了 其實就是習近平隔壁那件 但楊千華那頭 令我想起一個人 楊千華就是一樣 他的裙子 本身都是屬於修 他設定高了頭 又是變成習近平的情人 他指誰呢 我突然想起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很難的 你猜一下 每一個人 葉麗儀 毛順軍 葉麗儀 真是 搞錯了 開肥隊不做點叫我 阿全 你不是沒有買東西嗎 不是呀 之前肥蜂說他負責 我還好想著他買巧克力紅薯片 冰箭! 慢著! 有人按鐘啊! 冰凍! 小丸子! 你今天好漂亮喔! 我想和你去樓下759買東西 因為我掉了一次的會員卡 蛤? 你的粉腸? 小丸子! 你的粉腸? 喂! 我是小明! 你聽的是234channel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在流浪喔! 我是肥豐! 我就是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阿柱我跟阿楓其實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日時裝 刑棍夢工牆啊! 是不是Janice Mann最後講 這下可以慢慢講 一兩茶 你全香港在Facebook裏面 那天晚上基本上就不停出Janice Mann 她除了沒有穿底褲之外 其實我想不到什麼賣點 她只是沒有穿底褲 而且最多的傻子就是她沒有穿底褲 那你從扣的位置這樣鬆出來 你很盲都知道她那件是什麼牌子 混蛋 她根本是不停推銷牌子 那件… 你想想 你這麼大的金扣 那個太陽標誌 你怎麼會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那件是什麼? 惡魚仔 我不是說一看就知道是瑪莎 但你們說她… 立刻就逐了 我覺得收了貨了 都OK啦 不是全晚的兩點來的 其他的真的… 我們不是說不說Janice Mann 要說吧 Dude! 你又要人癢 你說又要勒樹 我都說過 你說 算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 給你一個老闆 那你又怎麼打 其實Janice Mann這件衣服 她穿 大家真心一句 你怎麼都好看 她有身形瘦 又夠身形瘦 但其實評論那些位置 我覺得都是一些吹無求疵的 有說她的球不夠大 又說什麼 其實夠大又是重點 笑容又搭鬥 你這些東西強行 你不能太吵 你不斷說 你這條裙子脫線 你不能太吵 但是我自己覺得 Janice Mann這條裙子 其實很多人都吵 說胸不夠大 屁股不夠大 屁股不夠膠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 是大部分香港… 是不是香港女生 其實香港女生有很多問題 香港女生的脫鞋是扁的 大家沒有怎樣訓練過 其實都沒有怎樣訓練過 有什麼方法可以訓練呢 我們可以問問健身教練 因為其實香港大部分女生的 背景都是不漂亮的 一來沒有訓練 二來其實… 其實是種來的 很多集之前 很多集之前 講著牛仔褲 亞洲女性 特別是香港 因為種是廣東人的種為主 其實那些屁股通常呈現一個 打橫闊 但是就是長的狀態 即使你侮辱的 都是撻的 對 你的屁股很長 由褶位去到屁股很長 但是又向橫發展 變成了撻又不是大塊 好像放了褶筍在屁股上 所以其實她這條裙 之前有些人拿一個越南魔王 這樣在比 但別人的法律 不要說難聽一點 可能別人已經是 硬撅了來拍照 你沒有話可說 還有有些網友 看完那張照片 在營棍group都說 那張照片 擺明就是有撿的 就是越南威那張 撿到腿長了 為什麼呢 我第一眼看Janice Mann這張 我覺得有點不順眼 感覺她的腿是比身體粗很多 是 她的腿太粗 拍到她太粗 你沒辦法了 因為她本身的手 她的上身太薄 其實重點是這個 還有我想說 因為Janice Mann長期要被人看 她拍照 那些記者會說 拍照很漂亮 她不斷給背人看 又要給側背人看 只是一條頸扭到 好像Ki頭一樣 大哥 別人帶了一個大腿背出來 她不拿出來給你拍 就追不住自己 其實我不夠 不斷扭扭扭扭扭 扭扭到好像 驅摩雲那個美女 Go away 我覺得你又挺專業 大哥 她這樣扭身 練了幾天 自己都要不斷扭扭 做物理治療 做物理治療 幫她安鬆頸 但至於你穿不穿底褲 我覺得算了 不要說了 穿了你又不知道 沒得求證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還有我自己覺得 Jasmine這件衣服 她穿出來 這樣show off 她想著自己有獎勞 其實擺明想要show off 但是 她有Nominate 我有一種難頂的狀態 就是 如果是這樣 你入場 你不要換另外一件 是不是藍色那件 藍白色 Selindic是什麼 我忘記了 不知道 比較Lolita的感覺 她是那些Victorian 復古的十九世紀 就是粉藍色的 反差很大 那件衣服錯了 其實衣服本身她都carry到 因為本身她都是 比較可愛的 她就坐在那件打底衣服 不夠match 跟自己的skin tone不夠match 搞到就好像 你一看就知道是打底衣服 但你行show那些是不打底的 你盡量都要拉回那個效果 所以如果那些女生穿seeshoe 但你又不想露 找一件打底衣服 是match 其實是match的 這件也挺好笑的 每年金像獎 我們看了 或者去年說也是 每次香港的女生 就是不敢死在這些位置 不敢露得到 死都要打底 然後一改衣服 就會出事 是啊 每次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沒有 但是你沒有辦法 為什麼今年 不敢出Janice Man 因為沒話說 沒話說 你普通說是雪凱琪的頭嗎 不是 我真的想說是雪凱琪的頭 你真是瘋了 雪凱琪呢 抽衣服不要說 她的衣服 我真的不想評論 她的衣服 像是那些 以前大富豪那些 你明白嗎 媽咪 十九組飄飄 十九組飄飄 那種感覺 那條黑色帶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黑色帶最好笑的是 她的衣服 其實是扭到屁股 扭到屁股 扭到屁股 即是她扭到屁股 即是她說 我明白了 她是專門有條黑色帶 她告訴你 她的形狀有多厲害 你明白嗎 如果不是這樣 怎麼打亮呢 但為什麼突然突然有小海棋 突然間 嘔的 嘔的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我當然可以 你拿我來和小海棋 但是小海棋最難頂 還是頭 頭真的難頂 頭真的很難頂 我想她可以拿今屆最差 不會 我覺得還有可以 還有一個可以頂 黃遠之 黃遠之 他是貫徹 不是 你不說黃遠之 已經收斂了 等一下 其實我想黃遠之 應該撇除 在金像獎 最差衣著的層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歐斯丹利 他每天都是來搞笑的 他完全是種子 沒有人有錯 其實應該是類似 當年把穆穿 穿牛仔褲最好看 搬上神台 以後就不用送給他 你知不知道為何今年和去年 都沒有最差衣著著 為什麼 因為已經知道是黃遠之 所以都已經廢話 夠時班 業內已經知道了 黃遠之的衣服 今年是收斂了很多 收斂了 去年那件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了 去年那件是搞笑到 你完全不知道是想怎樣 他是幾件事拼在一起 但是今年這件純粹 黑天鵝 黑天鵝 他本身先天條件是差一點 先天條件不足 你叫他怎樣穿 大哥 你叫他穿塞斯貝爾那件 死了 那一句 這些東西很講天分 也是 頭髮又太生氣了 但他已經盡力了 算了 但是我想說一說 今屆春夏是挺吸引的 那條花花裙 春夏的花花裙 這個我剛剛看照片的時候 是自己有爭議過的 其實他這身衣服 這個花衣花衣服的配搭 其實是很強角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一個90後的女生上 你又覺得都可以的 適合年紀 對 如果他穿薛海琪的萬禮服 我覺得有點錯 但是他其實這身衣服 就是適不適合這個場合 其實我又覺得可能真的差一點 可能太花了 他這個情況 就等於去年盧凱彤一樣 對 上年盧凱彤那套衣服 其實剛剛那個場合不適合 但適合他自己 因為你90後 你又不用穿得那麼融化的 也不是那種 你說給劉嘉玲那套他穿 劉嘉玲那套很有真理性表力 但我想說劉嘉玲那套 很有魅魅斯穿出來 就是那些什麼 忘情森巴帽 劉嘉玲那套完全是 劉嘉玲那套 還不是忘情森巴帽 他入場那套 我想說是穿得夠霸氣 是霸氣的 純粹用霸氣兩次用 但是你說高貴、漂亮 就完全不是 他好像有幾個年輕人更新 我覺得可以 黃情森巴帽真的 挺熱情的 什麼 你試試幻想一下 黃情森巴帽 如果突然轉了七彩 其實整套跟鷹舞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的 我想說 如果以這麼多 今屆其實我有看直播 其實我想說 仍然是不能輸的位置 都是只有一個 誰 葛海鳴 是嗎 永遠不能輸 我找不到照片 就是找不到照片 永遠不能輸 他穿了一條紅色蠻妝 我完全 知道怎麼說 我應該都是第一次見他穿得那麼鷹 但好像華倫天奴 但還是這麼雄雄華貴 其實他很少可以穿那麼鷹的裙子 但去年比較漂亮 因為他今年這個紅加黃 我總覺得不知道 我對紅加黃這個顏色 很赤的 我很少用 他很討厭衛康 說不出的 我很討厭麥當勞 所以紅加黃的 combination 我覺得很麥當勞 但我覺得他今年這件衣服 仍然是維持著 他的款式是可以的 即是高分的水準 如果你說你這件比起士凱旗 你敢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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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劉嘉玲更多 你對過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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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但我又奇怪 他今年為何突然間會這麼鎖 不知道 去年才讚完他 他好知道自己定位 打算沒有獎 求求求求求 穿得清清的就算了 去年突然間 可能告出都紅了 上年被人讚得很厲害 其實我懷疑 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今年是很多Earth Tone的衣服 其實郭一鳴前幾年 維持著穿Earth Tone 他今年就可能 看見這麼多人穿Earth Tone 他肯定會穿Earth Tone 真的有策略 你想想 講到這裡 我可以告訴大家 像樣子的女星 差不多了 其實說完了 穿得好看的真的差不多 真的沒有 說完 你想想想 多厲害 沒話說 今年我真心覺得 金像獎的穿衣服 是沒話說的 還有其實 除了這個之外 今年最佳服裝是誰 張學友 OK 我先講講張學友 場裡最佳服裝的男人 就是張學友 但其實那一套沒有特別 他有什麼 他除了穿黑色的西裝 其實我想說 每一年 就是去年我們講金像獎的時候 其實都遇上這個樽頸位 就是講到藍那邊 其實都真的沒有什麼要說 通常你屌來自 去年還可以屌張家輝穿牛仔褲 或者屌一些西裝 今年張家輝都乖回來 穿一件Tom Ford出來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要說 但你說今年張學友 穿得好看 我真的很難說 我只能說 純粹穿黑色 可能長的長褲 其實純粹是其他人 只不過是穿一套 太保守 其他人穿得很保守的一套西裝 張學友不是 所以張學友 所以他就拿獎 所以他就拿獎 他真的吹他不拿獎 我真的吹他不拿獎 但其他兒子 還有什麼特別 白子 我想說 白子和林雪 是我今年覺得 金像獎 林的出席明星裡面 穿得好看 好看 襯得OK 林雪 先簡介一下 他穿了一套白底 但黑色直條的西裝 然後黑色細褲 然後白襯衣 再加白色布袋 白色布袋 好像有一條黑色的線 有一條邊在那裡 白子也是穿白色的 但我剛才一直跟阿柱說 我承認著白子是故意的 白子其實金馬 他一定穿白色的 白西裝 穿白包胎 其實很簡單 因為白子的樣子太普通了 如果白子不是穿白色西裝 他穿黑色西裝 你真的以為他是大胃的 其實真的很可憐 但他兩個 林雪和白子都穿得OK 他們知道自己的定位 穿到白色好像比較搞笑 而且白子 其實很簡單 白子始終年紀也不是特別 也不是大 白子也是屬於年輕 他穿到整套很正統的黑色西裝 就不太合適 而且他的文化感覺 而且重點是他怎樣都 因為他入場也是跟春夏一起 你跟春夏兩個拍在一起 那個就穿得那麼年輕 你就會變成像爸爸帶小姐出街 但現在白子每人都說 他跟林雪一樣 我覺得白子和你一樣 那天有人跟我說 我覺得白子和你很相似 其實我想說很久 其實白子和你真的有點相似 然後我就引起了一個迷思 白子、林雪 你看到你將來 還有白子、林雪、唐興 還有我是一個系列 那個系列大概就像什麼呢 就像快必、小肥、楊岳橋 還有詩君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一套又一套的系列 為什麼不英俊的人 全部被人當成一個一個系列呢 我屌 算了你不要再說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